来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长期常债能力比率 刚才我们说了短期常债能力比率 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给大家去建立这种意识 短期常债能力比率 像我们来看长期常债能力比率 长期常债能力比率 就是流动 就是资产 负债和权益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资产负债和权益它们三者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资产负债和权益它们三者的关系 这三角就是我们的长期常债能力比率 好 怎么体会 我们先来看 假设我有一套房子 房子值一百万 其中贷款 是八十万 然后呢 剩下的是不是 自有的部分 自有的也就是所有者权益 这一部分多少万啊 是不是用八十一百万减八十万 等于二十万呢 对吧 等于二十万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关系 负债是八十万 所有者权益是二十万 资产是一百万 我现在第一步 我用负债 除以资产 这个东西咱取个名字叫什么呢 就叫资产 负债 负债率 这就叫资产负债率 大家看资产负债率怎么算 是八十除以一百 所以用八十除以一百 等于百分之八十 资产负债率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如果我用资产除以所有者权益 用资产除以所有者权益 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我到底用我自有的资金 撬动了多大的资产总量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花了十四万买了一套一百万的房子 或者我花了十四万买了一套一七十万的房子 我就用十四万的资金 撬动了七十万的资产总量 而用七十除以十四 就是五倍 五倍就是我的杠杆倍数 所以资产除以权益 我们就叫什么呢 就叫权益成数 是权益的倍数 所以叫权益成数 所以一说权益成数就指的是总的资产 就我的权益到底玩起了多大的总资产的盘子 这叫权益成数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负债 负债出以权益是什么 负债出以权益 我们就叫做产权比率 负债出以权益 就叫做产权比率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就千万不要记错了 因为经常有人记得 产权比率不就是资产除以权益吗 还记得挺顺 产权比率就是资产除以权益 错了 产权比率是负债出以权益 你一定记住权益成数才说的是 到底我的权益玩起了多大的资产 才是我的权益玩起了多大的资产 所以权益成数是资产除以权益 而产权比率呢 是负债出以权益 所以你看在这个题里面 权益成数等于多少 是100除以20等于5倍 5倍 然后产权比率呢 是等于80除以20等于4倍 看明白了这个问题了啊 所以我们的三大长债能力 长期长债能力指标 所以大家就记住了 刚短期的不就是流动比率速冻比率吗 长期的不就是资产除以负债 资产负债率 资产除以权益 权益成数 负债除以权益 产权比率 就完事了 就这个关系 大家听懂了啊 就是这个关系 至于大点好还是小点好 你就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就千万不要再问我 诶 张老师资产负债率高好还是低好 我们说了太高 肥肉太多 太低 肥肉太少 对不对 各应人 所以太高也不好 太低也不好 中中间间是比较好的 OK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 这就是这三个指标 考就这么考啊 长期长债能力指标考什么 最喜欢考的就是 谁比上谁是谁 所以一定搞清楚了 负债除以资产是资产负债率 是看资产里面有多少的负债 权益乘数 是看我权益已误起了多少的资产 所以是资产除以权益 因为它是一个倍数 乘数就是倍数 乘数就是倍数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倍数关系 是个倍数关系 产权比率就是负债除以权益 也是一个倍数关系 只不过这个产权呢 就是负债和权益的关系 就是负债和权益的关系 英文的话 就一般就会用 利除以亿 负债除以权益 就很简单 好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说了 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通过表格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所有的考点都在这个总结里面 已经给到你了 首先短期长债能力比率 是流动比率和速冻比率 流动比率是用流动资产 出于流动负债 速冻比率是用速冻资产 出于流动负债 然后呢 速冻资产是等于流动资产 减掉存货 然后我们对于各种比率来说 都是太低可能出现财务风险 太高可能资产结构不太合理 资产结构不太合理 就是负债太少 对吧 负债太少 这个叫资产结构不太合理 有人说不是应该高 才叫资产结构不太合理 就是低才是资产结构不太合理 因为我是用资产出于负债 对不对 资产出于负债 说明这个数越高 说明我的负债率越低 这个数越低 说明我的负债率呢 就越高 对吧 说明我的负债率就越高 所以呢 他们俩是反过来的 好 速冻资产 然后呢 低于1说明偿债能力不足 或者1以上呢 说明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 但是大家不要太在意二合一 因为这两个数 其实只是一个参考 不要太在意二合一 好 资产负债率是用负债总额 除以资产总额 然后呢 资产负债率越低 那么债权的利益越有保障 增加资产负债率 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提高 来去提高他的获利能力 然后产权比率和权益成数 产权比率和权益成数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说产权比率 是不是就是用负债总额 除以权益啊 而我们的权益成数呢 是不是就用资产除以权益啊 对吧 都是中间比较合适啊 中间比较合适 还有呢 权益成数代表是 亿元的股东权益 相对于资产的金额 大家看 是不是资产和权益之间的关系 上面是亿元股东权益 相对于负债的金额 对吧 一块钱的权益里面 有多少钱的负债 一块钱的权益里面 有多少的资产 所以一个是权益和资产的 相对的金额 一个是权益和负债 相对的金额 所以记得是不是就是 它的比值关系啊 好 搞清楚了啊 搞清楚了 偿债能力 我讲的多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 考试特别喜欢考它 所以这个是三颗心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 考试喜欢考吗 他说某一个企业 资产负债表日的流动资产总额呢 是300万 其中货币资金60万 存货160万 应收账款等80万 所以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 我们的流动资产里面有哪些 有货币资金 有应收账款 有股票 有存货 对不对 给大家分析了 所以这里面流动负债呢 是80万 问它的速冻比率是多少 简不简单 很简单 对不对 速冻比率等于 速冻资产 除以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等于80万 而速冻资产呢 是等于流动资产减什么呀 只减存货 对吧 别的不减 只减存货 减160万的存货 减去160万的存货啊 所以这是140万除以80万 最后得到1.75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要去掌握的东西 这个务必要掌握的东西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计算 速冻资产的 速冻比率的计算 再来看19年 反正年年考 流动资产总额一定的情况之下 关于速冻比率的说法正确的是 流动资产总额一定 是不是你多了我就少 你少了我就多 对吧 所以预付账款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越低 速冻比例越高 跟预付有啥关系 存货比例越低 速冻比例越高 是不是就是存货 所以就是它 剩下的两个都没关系 对吧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啥 再说一遍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股票 是不是这剩下三个 ACD三个都叫速冻资产 对不对 都叫速冻资产 所以跟它没有关系 好 所以正确答案是B 再来一道 考长期的 考长期的年一般年的 能够表明每亿元的股东权益 相对于负债的金额 也就是权益分支负债 什么比例啊 权益分支负债 是不是三角形的 底下这条边啊 是这条边 这条边叫产权比率 对吧 产权比率 我讲那么多 就是为了大家 就是直接现场就能记住 不要下去 我如果就是说 你记住了 产权比率就是负债 除以权益 那我就不用说那么多了 直接拿去用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还有2015年的 他说企业流动比率3.2 速冻比率1.5 行业平均流动比率和速冻比率呢 分别是三和二 这道题很容易错 问关于它的流动资产和 偿债能力 它的关系 你看啊 一个是企业 一个是行业 一个是企业 一个是行业 企业的流动比率 是3.2 速冻比率 是1.5 行业的流动比率是3 速冻比率是2 大家看 如果我们用它来减的话 这是不是1.7 这是1 所以1.7要大于1 企业的什么比行业要高啊 是不是存货 除以流动负债 是存货除以流动负债 是不是高 那选哪一个 是不是存货比率过大呀 存货比例过大 那有些人问我了 说张老师怎么不选 常债能力强 咱们有没有说过 就你并不代表 2以上就代表 常债能力强 1以上就代表 常债能力强 我们并不去这么考虑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不能说 它的常债能力强 你看 企业的流动比率 大于行业平均 速冻比率是小于行业平均的 你速冻比率都小于行业平均了 你怎么能说 它常债能力强呢 顺利就没法这么说呀 你就没法这么说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去理解 它就是常债能力强 没有这个关系啊 常债能力强 除非是我这个应该是2.8 那你常债能力强了 对吧 都大于 都大于行业平均 那常债能力强 现在不能 现在只能看存货比例过大 这一道题稍微难一点 因为15年嘛 对不对 15年难 18年难 21年难 好 下面第二个问题 营业能力比率 营运能力比率 营运能力比率呢 讲起来其实就挺简单了 就它虽然比较重要 但是讲起来比常债能力容易多了 常债能力五个指标 不好好说的话 大家真的会记不清楚 但营运能力比率呢 它只有四个指标 而且这四个指标呢 还特别容易记住 还特别容易记住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你要明白 什么叫营运能力 营运能力就是 管理 资产的效率 营运能力比率 就是管理资产的效率 管理哪些资产 我们希望看 你管总资产 管的咋样 希望看你管流动资产 管的咋样 流动资产里面 我还想看你管存货 管的咋样 完了以后呢 我还想看你管应收账款 管的咋样 总资产咱就不说了 咱们就说说存货 和应收账款 什么叫存货管的好 大家想想 什么情况下你会评价 这个公司存货管的好 是不是存货的 搬空速度很快呀 对不对 就是库存少嘛 我如果库存很少 我搬空的速度很快 搬空快 是不是我就说 我的存货管的好啊 所以存货管的好 是搬空搬的快 原材料很快就用了 今天进来 明天就用了 对不对 还有很多企业呢 在追求零库存 为什么要我要追求零库存 因为如果零库存就说明 我的原材料刚一来 那么就在生产上能够用到 对吧 既不会出现原材料的堆压 也不会出现缺原材料 这是不是要对整个生产过程做到极致的了解 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零库存会加大大的降低仓储的成本 大大的降低仓储保管人员的费用 对不对 那其实就能够带来利润 所以现在的老板都在追求零库存 都追求零库存 所以这就是存货的营运能力 然后再说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怎么体现 这个应收账款管得好 营运能力强呢 回收快嘛 应收账你是不是就希望他赶紧给我回收回来啊 赶紧回来 应收账希望回收快一点 所以回收快就是应收账款的能力强 对吧 所以这个就叫做营运能力比率 所以营运能力比率 我们都用什么词来代表它呢 叫周转 营运能力比率 我们都用周转来代表它 要么是周转次数 周转次数等于周转率 一个意思 周转次数等于周转率 所谓的周转率就指的是一年周转几次 那显然各位想想 一年周转几次 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当然越大越好 这个就有了明确的结论 这就不像前面的资产负债一样 那个就是大了也不好 小了也不好 这个不是 越大越好 周转的越快 零库存最好 对不对 没有库存最好 所以越大越好 所以周转比率次数越大越好 然后什么又叫周转天数呢 因为你不是有了一年周转次数 那比如说一年周转次数是六次 一年多少天 有人说365天 我告诉你 我们会计呢 因为会计呢 原来计算机不发达 所以呢 我们会计呢 就把一年呢 计做360天 在有的时候 一年360天 一年360天 除以每年每次 每一年是六次 那所以多少天啊 是不是60天 能够周转一次 所以天数越长越好 还是越短越好 是不是天数越短越好 越短 说明我周转的次数就越多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 这就叫周转率 这就是周转的天数 所以其实是什么关系 周转的天数乘以周转率等于360天 就这关系 所以显然周转率越大越好 周转天数越小越好 想明白了吧 所以营运能力比率啊 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啊 就是这个东西周转率越大 就说明他管得越好 他的管理的效率就越高 就这意思 好 怎么算 这是第二个问题啊 我怎么去计算 计算的方式是这样的 大家看着好像这玩意儿 挺郁闷对吧 怎么这个公式这么麻烦 但实际上的一点都不麻烦 因为 某某某的周转率 等于 主营业务收入 除以某某 天空 应收账款周转率 等于营业收入 除以应收账款 存货周转率 等于主营业务收入 除以存货 流动资产周转率 等于主营业务收入 除以流动资产 总资产周转率 等于主营业务收入 除以总资产 还有啥好说的 对不对 所以就这一个式子 能计吗 你不就是要计一个上面的吗 下面也不需要计啊 就是一个主营业务收入 除以他 搞定了 所以如果考你计算 就是这样 只不过这个某某 它要等于什么呢 年初的某某 加上年末的某某 除以二 用年初的某某 加上年末的某某 除以二 什么意思 这不就是做平均吗 就是做了一个平均啊 年初三百万应收账款 年末五百万应收账款 那这一年呢 平均下来是四百万应收账款 理解吗 对吧 所以这个计算也很好做 这就是它的平均值 就是它的平均值 概念清楚了啊 概念是周转率代表 营运能力代表的是 资产的管理效率 管的效率越高 它的周转率就越大 然后呢 它的效果就越好 对吧 签数呢 和效率 周转率乘起来 等于三百六十天 计算呢 某某周转率 等于主营业务收入 除以某某的平均值 就这三个点 可能会考 别的都没有 就这三个点啊 什么叫做营运能力 有哪些事 就周转率 反正周转 只要有周转两个字 都是营运能力 对不对 有周转两个字 都是营运能力 营运能力代表的是 资产管理效率 然后呢 营周转天数 乘以周转率 两个乘起来 等于三百六十天 这是第二 第三 怎么算 主营业务收入 除以某某的平均值 就这三个点 每年考一个 还是很重要的 营运能力比例 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看 2020年 考的是什么 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 和上亿年度相比呢 有明显的提高 周转率提高 而且是应收账款周转率提高 应收账款 是不是说明 应收账款的管理效率高了 所以管理效率低了 不对 那应收账款的管理效率高 说明收回速度变快 简单吗 是不是特别简单 所以就是 就是这样的 你要说财务分析有多难 我自己 我们的做分析师的财务分析 是非常难的 但是作为在座的各位 你学财务分析不难的 就一点是不难的 所以大家要清楚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么个事 好 所以正确答案是D 然后再来2018年的 你看考计算了 现在你再来想这计算 你就不会怕了 你就觉得不难 某个企业年初资产总额500万 年末资产总额540万 现在你读到这 你就知道 想要难他来干嘛 是不是求平均值 先等等 一会再说 当年的总收入900万 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832万 问总资产的周转率 那我的分子 是不是都是什么收入 是总收入是总收入 还是主营业务收入 都是他 都是主营业务收入 对不对 所以都得是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除以什么 除以平均值 谁的平均值 7出的总资产 加上7末的总资产 除以2 所以832除以832除以7出的500 7末的540除以2 OK吧 对吧 不能的啊 所以财务分析这部分 指老虎 不好而听 或者老师们 如果不按照这样的 不用一种比较相对更生活化 然后相对更方便的方式 给大家去讲解 那么就很容易让大家觉得 这事件好难 或者是听不懂 但如果你真的就是仔细的 去把这个逻辑搞明白 其实不难啊 就负债那一块略微的负债一点 因为五个市值太多了 但是呢 到了资产这 就到了营运这一部分 难度就不大了 好 再来一个 下列财务指标当中 数值越大 表明企业的销售能力越强的指标是什么 数值越大 表明它的销售能力越强 销售能力越强 这倒起难一点啊 这倒起难一点 因为放在这呢 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 我肯定是想要让大家说的是总资产周转率 很多人就搞不明白了 2017年考的时候 很多人就搞不明白 怎么总资产周转率还能够体现销售能力强呢 因为你想想啊 我试用主营业务收入 在这吗 主营业务收入除以总资产 我如果主营业务收入越多 是不是我的回款就越快啊 那我的总资产是不是就回款快 我的总资产就可以快速的轮动啊 一个亿投进去 很快一个亿又回来了 又投进去 一个亿又回来了 是不是这个关系 就是这个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这一道题有点难 这道题有点难 它不是代表净资产收益率 而是用的是总资产的周转率 总资产的周转率 这道题有一点难 好 然后再看 像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难 17年还考了这个 因为衡量资产管理效率的指标 资产管理效率的指标 不就是周转两个字吗 所以有周转的都选上就好了 就这两个周转 对吧 所以A和C 好 这就是我们的营运能力比例 营运能力比例 说完了以后 就剩下一个盈利 一个发展 这两个呢 只做了解即可 考的很少 而且就算考 也考的会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的盈利发展 盈利能力比例 大家都知道 盈利能力比例 当然就是我的利润 和各项之间的比值关系 这种就叫做盈利能力 对不对 它一定是利润 体现的比值关系 盈利能力比例 是不是收入出的 这个是利润出的 我们回想一下 在第一章里面 我们有没有学盈利能力比例 学了 我们学了 总投资收益率 第一章学的 总投资收益率 还学了什么 净资产 资本金净利润率 还学了资本金净利润率 这是我们第一章学的 那这一章呢 我们学 营业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净利率 你看 这三个东西 要不要一个一个记呢 也不用 你就记住一点 他们的分子都是净利润 分母呢 某某 又是某某 你看 什么叫某某 营业净利率 营业营业 营业收入 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净资产 除以净资产 总资产净利率 除以总资产 分子全部都是净利润 所以如果要考你计算 这个有问题吗 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营业 就我们的 盈利能力比率的计算 如果考你 当然他基本上不太会考 就很少考到这儿来 如果考你就这么计 净利润 除以某某 看名字 这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都不用计 对吧 反正营业净利率 净利润除以营业收入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除以净资产 总资产净利率 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所以你不要被收益给迷惑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 就咱们中国人 老想搞点花样 就取这个名字 就看上去不一样 这不挺好吗 但实际上不好 对不对 其实虽然是收益 它也不是稀税前利润 不是别的收益 就是净利润 所以在第二章里面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净利润 就是净利润 好 那这个东西 其实就等于我们前面说的 叫资本金净利润 资本金净利率 就是这些东西 就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好 这就是盈利能力比例 给大家说清楚了 给大家说清楚了 然后2018年呢 考了收集相关的分歧数据的时候 要排除的项目有哪些 这些呢 就是这1234这四条项目 但是 我觉得不用管它 考到它的概率 可能十年考一回 18年都考了 所以基本上就不太会考 所以这个你不用去管它 你如果非得要管 你就去看看 对吧 当然我觉得不重要 所以我也不太想浪费时间 在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东西 好 16年的 数值越高 表明企业的全部资产的利用率就越高 盈利能力就越强 是全部资产的利用率越高 盈利能力越强 既然是全部资产 所以它一定叫什么利率 是不是总资产净利率 就是总资产净利率 对吧 全部资产 你看到这 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说我们这一节 好学吗 从一键的考试的角度来说 很好学 一键的考试角度 很好学 就到这程度就够了 好 然后发展能力比率 发展能力比率通通不用做计算 发展能力比率通通不用做计算 就记住这两个名词 谁叫发展 第一 营业在增长 你这企业每年营业增长15% 另外一个企业营业增长50% 当然我认为 50%的这个企业发展比较快 对不对 发展潜力比较大 这叫发展能力 第二 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不是就是我存下来的钱 对吧 我存下来的钱 两个小伙子 一个两个小伙子年初都有10万块钱的存款 到了年末呢 一个小伙子18万的存款 另外一个小伙子呢 12万的存款 显然大家可以看到 谁存的多呀 是不是第一个小伙子存钱存的多呀 他们的收入都一样 但是呢 存钱存的不一样 所以谁积累的资本多呀 是不是第一个小伙子 积累的资本多 所以资本积累率就是18万减去10万除以10万 他当年积累了80% 积累了80% 所以显然哪个小伙子容易得到丈母娘的青睐啊 当然第一个小伙子 对不对 你要是都花了跟我闺女没毛关系 但如果你都放到了资本积累 那以后我闺女想付 这些钱都是他的 对吧 所以呢 大家要理解 营业增长和资本积累都启现了这个企业的发展能力 对吧 估计如果听我课的有丈母娘的话 回头就开始问小伙子 小伙子 你这一个月工资能存多少啊 对吧 百分之多少拿来存了 丈母娘就看这个了 不光看你有多少收入了 还看你存多少钱 资本积累率 丈母娘还看什么 小伙子 今年工资比去年增长了多少啊 有没有跑过通货膨胀啊 现在通货膨胀这么高 对不对 有没有跑过呀 发展能力 所以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对这两个盈利能力发展能力 掌握到他的概念 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即可 不用考你计算 但是 常债能力和营运能力 必须要掌握到计算的程度 常债和营运必须掌握到计算的程度 但是计算不难 对不对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难 好 来 给大家一个实际的东西 这个是属于加餐 这个是属于加餐 就这个表 看得懂就看 看不懂拉倒 无所谓 这个表不影响考试 考试的东西前面我已经说完了 这个表不影响考试 现在咱们来加个餐 咱们这里面一定有中建的同学 对不对 某建的同学 还有呢 某铁的同学 我估计肯定没有茅台的同学 茅台的人估计不来考我们一建 人家太有钱了 都不来考一建 也不是这个方向的 好 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建 中企和茅台 在各项指标上面的 这种关系 我给出来的数据呢 是19年三季度和20年的三季度 因为2020年的年报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只是呢 三季度的季报 来去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大家看流动比率和速冻比率 流动比率 速冻比率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速冻比率最好大于一 流动比率最好大于二 你来看 不管中铁还是中建 流动比率都没有大于一 不管中铁还是中建 速冻比率都没有大于二 对吧 你能说中建不是个好公司吗 当然不能 你能说中铁不是个好公司吗 当然不能 所以那个二 那个一都只是个参考 没有特别大的实质意义 茅台 茅台就狠了 对吧 4.29 5.18 是不是特别高啊 当然你可能会说了 那茅台是不是 他借的钱太少了 如果茅台还去借钱的话 有点太抱舔天物了 你还给不给人家活路了 对不对 还给不给其他人活路了 这是太抱舔天物了 对不对 所以茅台呢 一直保持着非常低的资产负债率 只有16% 只有16% 非常低的资产负债率 中铁中建呢 大概在70%到80%之间 75%以上 当年国家没有起习 习大大还没有开始起降杠杆 那个时候呢 中铁中建的资产负债率都在80%以上 这两年是年年在下降 你看20年是不是比起19年又降了点啊 20年比起19年又降了点 对不对 降得非常缓慢 每年降1% 每年降1%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用心良苦啊 对吧 降多了 我少用了便宜的钱 中铁中建找银行借钱 那多便宜啊 但 如果降降得太少了呢 可能国家又不太干 发改革也不干 所以呢 降 每年降1% 你看我这也可以吧 对吧 而且中铁中建比着降的 对不对 比着降的 中铁降了1%左右 中铁降了1%左右 中铁呢 降了不到1% 降了不到1% 比着降 都不愿意降多了 就茅台 我也不在乎那点 对不对 我利润够高了 好 所以大家看到常债能力指标 就这意思 对吧 而且呢 谁的存货高啊 大家来比较一下存货 我们拿2020年的来看一下 存货的比例 是不是等于流动比率减速动比率 所以对于中铁来说是1.04 减去0.75 数字等于0.29 中铁呢 是1.3 减去0.77 数字等于0.75 0.63 0.53 数字等于0.53 谁高啊 当然中铁的存货比例高 中铁的存货比例低 看出来这关系了吧 中铁的存货比例高 中铁的存货比例低 谁的存货管理效率高呢 显然中铁呀 因为它的存货低嘛 对吧 人家没有多少存货 那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呢 看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中铁呢 确实啊 中铁在存货周转 错了 这个是存货周转率 是不是中铁是要远高于中铁的呀 三合1.57 对吧 三合1.57 中铁的存货周转率 存货的周转的速度远高于中铁 远高于中铁 原来呢 我经常说 中铁呢 也不用气馁 因为中铁的应收账款周转率远高于中铁 那是18年17年 结果呢 到2020年再看数据 不是了 大家看 中铁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也增长起来了 所以现在变成了2020年 中铁的营运能力数据 全面超越中间 中铁的营运能力数据 全面超越中间 但是呢 常债能力数据呢 低于中间 但并不代表它就不好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了 借钱借的多 不一定是个坏事 只要你还得上 好 然后再看盈利能力数据 盈利能力数据呢 中铁就不如中间了 但是不管是谁 此时看起来都挺可怜的 对吧 中铁的总资产收益率是 百分之 中铁的总资产收益率是 百分之2.22 中铁的总资产收益率是 百分之1.71 都在百分之2左右 投一百万 赚两万 投一个亿 赚两百万 看看咱们的国酒茅台 百分之二十九点五 我好像写反了 这应该是百分二十三 这是百分之二十九点五 因为上面的高一点 底下的低一点 百分之二十三点五 二十三点五 投一个亿赚两千三百万 难怪茅台股价长成那样 对不对 难怪茅台股价长成那样 这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好 然后再看发展能力 发展能力 中铁高于中介 特别2020年 所以大家看 2020年是不是国家 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我是不是讲课的时候 一直在讲 经济不好就有助于谁 有助于我们的基础设施 果不其然 修路架桥的 就是比盖房子的要增长的快 中介的增长率是降低了百分之五 中介的增长率是增加了百分之五 谁从疫情当中受益 是不是一目了然呢 一目了然 所以国家的钱都干嘛了 基础设施老基建 老基建 所以中介的同事 还有中交的同事 今年都会 就2020年都会比较忙碌 中介就看板块 因为中介也有 修路架桥的板块 但中介还是以建筑板块 以土建房建板块为居多 所以是不是挺有意思 这2020年的数据 所以才导致中介的数据 2020年全面超越中介 几乎是全面超越 只有利润率 但是利润率没有超越 这也可以理解 因为中介和中 就是中介的 他修路架桥 他的显然投资的 整体投资额要比中介还要大一点点 对不对 修路架桥还要大一点 所以他的整个的项目的数量 还是比较更庞大一点 就项目的这个体量更庞大一点 所以大家看这个数据 说着玩的啊 这是真实的财务数据 但是拿出来只是玩的 有些学员会觉得说 赵老师你给我这么复杂财务数据 我哪看得懂 比较大小会不会 对吧 我没有让你干嘛 比较大小会不会 就比较个大小 对吧 所以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财务分析这个事啊 就是如果 如果咱们学会了财务分析 知道了这些指标 稍微一看 有的时候你就知道 哦 这个企业到底在2020年经历了什么 你跟他 跟他之前去对比 跟同行去对比 咱们现在刚才是不是就做了这事 跟19年对比 再和同行一对比 这事就出来了 要不要跟非同行对比 别跟非同行对比 对吧 跟茅台比 你不是自找不痛快吗 茅台 茅利率95% 你跟他比 比得着吗 实在没法比 人家茅利率95% 人家那赚来的钱都干嘛 给国资委了 对吧 那是国有企业 给国资委了 给地方了 所以也没有谁 也没有哪个个人从中 说获利多少 但就是有钱 对吧 太有钱了 所以叫少年不知 白酒香啊 错吧 科技加满仓啊 对吧 白酒 涨得不停啊 好了 最后呢 一个指标 叫综合分析指标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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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体系呢 各位 不掌握计算 虽然曾经考过 但是千载难逢 我认为 大家不需要掌握计算 掌握一下概念就够了 不用掌握计算 那不用掌握计算 我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我掌握什么呢 掌握这个逻辑 也就是从逻辑上 去理解一下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掌握逻辑 不要掌握计算 好 那么怎么来体现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逻辑 各位看 我们先来看 什么叫净资产收益率呢 刚才我们已经学过 那个指标了 它是等于净利润 除以净资产 什么叫净资产 净资产就是资产减负债 资产减负债在我们资产 负债表里面叫什么 是不是就是叫所有者权益 就叫所有者权益 总资产净利率 总资产净利率等于什么 等于净利润 除以总资产 权益成数呢 我们学了 等于总资产 除以所有者权益 没错吧 我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写错了 有没有能约掉的 有 总资产和总资产约掉了 所以乘起来就是净利润 除以所有者权益 净利润除以所有者权益 是不是就净利润 除以所有者权益 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所以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它的意思就是底下两个相成 等于上面一个 所以有些同学就问了 说赵老师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吧 谁都知道 凭什么它非得叫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呢 杜邦是美国的一个化学品公司 杜邦是美国的一个化学品公司 大家千万不要把杜邦理解成了杜雷斯 杜邦是杜邦 它是一个化学品公司 跟你想的那个不一样 杜邦化学品公司 他有一个销售人员 特别聪明 不用管他叫什么名字 但他特别聪明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想要去分析 到底我的所有者权益 就是股东 所有者权益 就不就是股东的钱吗 股东的钱 今年到底赚了多少钱 他特别想要知道这个指标 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 叫ROE 所以我们经常买白马股 白马股 什么叫白马股 五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大于15% 这种我们就可以称为是白马股 五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都是大于15% 这种就可以称为白马股 所以他就想要知道 所有者权益里面 股东赚了多少钱 到底从哪来的 他想要知道哪些因素影响了他 所以这个是结果 这些呢 都是因素 因素一 因素二 所以当他分解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立马就发现了 要让我的企业 让我的股东 能够赚到更多的收益 用相同的钱 股东投相同的钱 赚到更多的收益 我可以干嘛呢 第一 让我的总资产 能够赚到更多的收益 第二 让我的公司 有更大的权益成数 更大的权益成数是指什么 是多贷款呢 所以他就发现 原来多贷款 就能让股东多赚钱 多贷款 就能让股东多赚钱 所以大家看到了 中铁中建 为什么比着减杠杆率 比着减资产负债率 每年只减1% 这几年一直都保持着 1%的节奏 因为降了资产负债率 就会降低权益成数 权益成数一降 是不是净资产收益率 就得降了 对吧 权益成数一降 净资产收益率 就得降 你看 对于中建来说 非常明显 权益成数一降 他的 他的净资产收益率 但是他如果总资产收益率 如果再提高的话 就还好 如果总资产收益率 没有提高的话 他就不会有 有那个下降 所以大家会 从这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就是总资产净利率 和权益成数 他们的关系 是总资产净利率 乘以权益成数 得到净资产收益率 所以你要么 让你的营业 让你的利润率提高 要么 让你的杠杆率提高 对吧 要么让你的杠杆率提高 好 各位就掌握到 这个层级就够了 底下你可以看一下 稍微看一看就行了 你就知道 我还可以怎么样呢 销售净利率要提高 总资产要周转的快一点 资产负债 就是我的悬益成数 就杠杆要变高 对吧 所以就是总资产周转的快一点 销售净利率提高一点 那我的整个的净资产收益率 也可以变高 也可以变高 好 大家理解这意思 这就是我们的权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就掌握到这一步 所以按照文字理解就是 谁是核心 净资产收益率是核心 谁是两个因素 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成数 是两个方面的因素 体现什么 体现了获利能力 就是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成数 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对它的影响 所以它是目标 它是目标 最重要提高的是净资产收益率 从多层次起现财务比率关系 它是一个分解体系 我为了是分解归因 对吧 我为了是分解归因 我为了要分解归因 好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如果你想要整计算 那你就怎么做呢 你就记住了 总资产净利率等于销售净利率 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为什么呢 因为销售净利率等于净利润 大家看是不是净利润 除以营业收入 对吧 除以收入 而总资产周转率呢 是等于收入 除以总资产 大家看收入是不是就约掉了 你都这收入都是主营业务收入 都是主营业务收入 是不是主营业务收入约掉了 约掉了完了以后 是不是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是不是就是总资产净利率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掌握计算 你把这一层记住了 就OK了 因为权益成数大家都知道 等于资产除以权益 对吧 资产除以权益 好 来 这就是2017年我说了 800年考不了一次 但2017年考了一次 帮大家算一下 你看它是净利润等于1000万 销售收入 一个亿 就是主营业务收入 因为主营业务就你的销售 然后总资产周转率0.8 权益成数1.5 问它的净资产收入率 所以净资产收入率 净收率 是不是就等于总收率 乘以权益成数 权益成数告诉你了 1.5 总资产收入率呢 又等于刚刚我们说了 销售净利率 乘以什么呢 乘以我们的总资产周转率 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销售净利率 是不是就是用净利润1000万 除以销售额一个亿 一万万啊 好 然后乘以总资产周转率 是0.8 所以这边是10% 这边呢 是0.8 乘起来是不是就是0.08 对吧 0.08再乘以权益成数 1.5倍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所以正确答案是 B12% 对吧 就等于0点 乘起来就等于0.12 所以顶多就到这一层 而且还800年不会考 所以可以不用掌握 可以不用掌握 但是从讲课的角度考过 我还是给大家提到了 好 所以顶多就记到那一层 大部分都考什么呢 就考核心指标是什么 当然是净资产收益率 对不对 净资产的才关键 还有呢 问你揭示的是谁和谁 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是获利能力和权益成数 获利能力和权益成数 这个总资产净利率是对的 但是资产总额不对 我们要看的是权益成数 清楚了哈 这就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我估计那个计算留意难一点 但计算我说了800年不考 所以你主要要掌握到什么程度 就是谁和谁对谁有影响 最上面的一个东西是 净资产收益率 好了 搞定啊 好 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所有的内容 因素分析法 我们讲到了 是不是给了大家一个顺口流啊 叫谁 就问谁 就算谁之差 对吧 前面我们就用什么 我们就用实际 后面呢 就用计划 好 然后呢 我们学了常债能力 是不是常债能力 是我讲的最多的 营运能力也还可以 是不是盈利和发展 我讲的就少一点 然后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我只需要大家掌握一个概念 对吧 掌握一个概念 就谁对谁有影响 谁和谁对谁有影响 怎么个影响关系 大家就清楚了 好了 整起呢 今天的课程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下节课 就这节课呢 我觉得还行吧 就不至于到你完全听不懂 但是 但是你要说还听得特别的 说怎么着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 因为这里面好多的名词 确实你头一次听到 所以呢 你总得下来要去巩固 自己要去琢磨明白 看自己能不能够说得出来那些话 能不能够复述 大家可以尝试 把我这些东西去复述一遍 尝试去复述一遍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地方了 下周我们第二章 还有一次课 就第二章最后两节 合并到一次课里面讲完 然后呢 就到了月底了 对吧 就月底了 然后再下周 我们就还有一周就春节了 大家就过年了 所以在最后一周 二月初的那一周呢 我们就会讲 总造价 就会讲总造价 建设投资 总投资 那一节课 大家尽量来 我会在那一节课上面 一掌歌喉 我会在那一节课上面 给大家唱歌 OK 也算是新年礼物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地方 谢谢大家